我今天也要來講一個就是教育專案 那這個會是GV就衝突然 就是明年新開啟的一個計畫 那我們是現在把它取名叫做臨時小學校 那它會開始的初衷是因為就是 層次教育基金會 就是他們一直有就是秉持著他們這個 關懷弱勢科學救國的理念 然後在很多地方都有就是 就是承接公班民營學校這樣的事情 那他們一直以來就是希望可以把很多資源 就是引入他們這些就是在偏鄉的公班民營學校 包括就是科技的方式是他們非常重視的 那所以他們之前一直有一個獎 叫做陳宥威先生教育科技獎 那這個方式就是會選幾位 可能就是用科技方式做教學的老師 他們會用這個獎來鼓勵他們這樣 那他們在執行了兩三年之後覺得 這筆獎金可能給了老師就 可能這樣就結束他們覺得很可惜 所以他們就來找我們 就是來找周聰團 然後希望他們可以用這個獎的資源 來跟我們合作 然後創立了一個新的專案 所以我們就後來決定他叫做 目前的名字就是臨時小學校 那我們希望可以就是用做開學專案的方式 來就是做更多教育專案 然後希望就是這個教育專案可以就是啟發更多學生跟老師這樣 好 那就是為了做這個教育專案 我們 我做了一些研究 那我們到底要怎麼做教育專案呢 首先就是我想要來討論幾個問題 那有一個很重要的其實概念叫做108課綱 那陳志惠來找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的確就是108課綱 那大家也許知道就是 就是國中小的課綱在108年之後有一個非常巨大的轉變 那很多人對於這樣的轉變就是很焦慮 那有一件事情很重要是 就是他們開始把就是所謂科技素養跟文文素養 這件事情拿出來討論 那所以說到素養這件事情呢 我就是研究一下就是什麼叫做素養 那所謂素養就是簡單來說 就是你身為一個人 你面對你的生活以及你周遭環境 你身為人所應該要具備的知識跟能力跟態度 就是它是一個很空泛的東西 對 所以就是你要藉由學習的過程中 得到所謂素養這件事情 那它就有一些什麼圖啊 就是 他們推這個主要的概念是希望你可以做一個 就是知識做為一個就是終身學習的目標 而不是只是在學校裡面學習的一個 有分數打分數的東西這樣子 那所以我們再拉近一點就是 陳志友希望做一件事情 非常具體也是在語文教育方面的事情 那所以再拉近一點我們來看語文這件事情 就是現在的學生在學校裡面其實 他們的課綱裡面有列了非常多種語文在上面 就是除了國語跟英語之外 其實現在還有就是本土的語文跟新住民語文 那大家當然可能也知道就是其實 除了國語跟英語之外 所謂的本土語跟新住民語是非常不足的 尤其在學校裡面 好所以就是 講到這邊就是我們有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如何做教育轉案 那小孩子應該要怎麼透過所謂 GINV社群或者是很多 眾多開運社群的資源去 就是學習到這些知識 那他們要如何去培養所謂素養這件事情 就是所謂的增加同理型互動跟溝通能力 等等這件事情 那有 目前有想到一些事情 例如我們可以培養說故事的能力 或者是透過認識和實際上所練習 去增加互動能力等等 那這是一個可能的事情 那我們繼續說 再更新一點的事情 就是識字律 好 就是我們其實有跟很多人討過識字律這件事情 那所謂識字律呢 我去讀了論文 然後 所謂識字律這件事情 在台灣的現況是這樣的 就是 識字律跟無盲之間的關係呢 就是其實 你身為一個會 就是母語是中文的人 你必須可能要讀懂至少兩千個字以上 你才就是 你才會被認為就是可能可以解決你的基本生活所需 然後如果你認識到就是太少字的話 其實你可能就會被認為是文嘛 對 所以這個是大概是識字律這樣的事情 然後這個是在論文裡面有提過的事情就是 就是所謂 那你從小就是在學校裡面讀書要怎麼培養識字律 那就是有一個數據 就是其實從小一到小學是一個很重要的階段 然後其實最重要的分界點是小三跟小四 對 所以就是你在小三跟小四的時候 也許就可以學滿就是你足以作為一個中文的母語使用者 可以在台灣生活所需要的智慧 對 好 那問題來了就是 現在其實有很多所謂現代意義的 我們不要說文盲 就是可能識字率比較低的人 那現代意義是什麼 那就是 因為現代意義的所謂學科這些事情 你必須要把你的學科知識融入到你的生活中 所以其實有非常多在偏向的小朋友 他們對於生活中所需要的智慧非常認識非常的不足 就是舉凡在大都市裡面有的東西 其實任何一個電影或是圖書館、博物館 這些資源其實都是他們或許就是識字率 就是字的來源 但是這些東西在所謂偏向是沒有的 對 所以這個會造成就是他們在識字過程中的落差 然後另外一件事情是所謂識字率這件事情 其實在台灣目前可能還沒有一個官方的標準 就是這個都是用老師的觀點去判斷的 就是老師認為這個學生可能懂這個字了 但是學生真的懂了嗎 我們可能就打一個問號這樣 然後這是啟動一個 某高師大台南大學跟朋友大學有建立的一個網站 那我從來沒有辦法登進去 因為我們沒有那個帳號好像也很難拿之類的 所以我們從來就無法登進去 就是你如果不是學生你就很難登進去 就它是一個封閉的系統 然後天下雜誌教育系統也有這樣的一個系統 就是幫助他們有合作的學校去判斷 就是學生是有多少 好所以我們就是回到我們 專案到底想做什麼呢 就是我們其實在明年就是上半年會開始有一些工作坊 就是希望可以開始討論所謂台灣的教育 然後再開放資料這一塊應該要怎麼做 那我們就有想到就是其實社群裡面有很多就是語言相關的資料庫 那我們可能就是可以鼓勵大家來想看我們可以一起怎麼做 所以就是上半年會有工作坊 然後我們六月就是會開放大家正式提案 就是你可能會有一些demo或是你有一些想法就可以來提案 然後八月就會是一個競賽日 然後就真的就是你通過第一輪的篩選之後 進入到就是正式競賽那一天 然後你就要把demo做出來 然後最後下午我們會有一個頒獎這樣子 好所以就是如果大家 就我今天下午就坐在前面那邊 那如果你對這張專案有興趣就歡迎來找我這樣子 謝謝 現在會是 期待會兒 但下午會看到